大家好,度假电视频道,度通天地,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我们经常都说,我们做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特别是要做一些很重要的时候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日子,做一个吉日 最重要就是要避免那些空日 所以今集,蔡英华师傅就会和我们说一下 究竟2024这个甲晨年有什么大吉日和大空日 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 邀请大家留言给我们 还要是赞好、分享和订阅到通天地频道 还有这个超级感谢功能 希望大家可以以这个功能或其他方式去支持我们的营运开支 大家一同共宏大道 一年之中,不多不少街日也有不少空日 蔡师傅,其实甲晨年有没有特别要注意哪些是空日 首先,Emmy,你刚才说甲晨年 我们要从神开始 神与地之相冲,然后神是率相冲的 即是说在蜀月、蜀日、蜀时都是属空的 那什么叫蜀月呢? 即是说交了韩路 如果我们看回通讯里面 寒路至立东那段期间 就属于本年的蜀破月 即是说,由羊力 我们说羊力的10月8日凌晨3点 过了寒路 一直到11月7日的15、6点 之后立东 这个时间都是属于蜀破月 这个蜀破月是大事物用的 接着蜀日就是说 全年里面的蜀日 我们看回通讯里面有写的 什么蜀日 蜀日里面都是属于蜀破月 蜀时就是每天的晚上7点至9点 都是叫蜀时 这个通讯里面都写为空的时间 我们首先要避免这些 首先就算你没有空性在手上 首先你看到蜀子 你都知道那一天是空日 或者是空月或者是空时 要避免 好了,除了刚才说的 那些蜀破月破日破日子之外 我们经常说 有些蜀日子都是大事物用的 什么四离四绝 上锁日 这些其实是什么 是啊 我们一般选择日子 就有些规条 蜀破日 月破日 还有那些叫做四离 四折上锁 还有日食月食那些 都叫做不完美的日子 所以呢 如果我们选择来做一些大事的 那我们都不会选择那一天的 那什么叫四折四离呢 那我们经常看到 原来四折呢 折就是有一样东西 去到折位 那我们你知道了 通讯里面都经常说五行的 陰阳五行 那原来呢 五行 某个五行去到折位 折冬就是冬天 折夏就是夏天 那折春就是春天 折秋就是秋天 那原来四折前那一日呢 就代表呢 就叫做四绝日了 因为呢 譬如你春天 当然是百花齐放 木旺的嘛 那原来呢 水呢 就去到一个折位 那而夏天呢 那你的火就开始旺了 春天的木呢 就去到一个休息的位了 那那个木的五行就折了 那而秋天呢 金旺了嘛 那火又退位了 那冬天的水旺呢 金又退位了 那所以呢 四立前那一日呢 都叫做四绝日 那四离又是怎样计算呢 四离的呢 就是说春分 夏至秋分 冬至前一日呢 就叫做四离日了 那是代表了呢 是阴阳交脱之一日 嗯 即是说呢 譬如我们经常听 冬至后 冬至后呢 就是一阳生 夏至后就是一阴生 即是说阴阳交脱之日 所以这个呢 就叫做四离日了 嗯 那至于四离四绝 是哪八日呢 大家迎光网上 现在都看到了 那除了四离四绝之外 那还有一个 叫上朔日 都是大肆 不是用的 是为什麽呢 是什麽呢 上朔日呢 譬如你甲丙母羹人 阳性一年呢 嗯 全年里面的贵害日 都是叫做上朔日 哦 都是去到一个尽位 都是不适宜 选择为一个吉日的 嗯 那阴年呢 如果阴年的话呢 如果阴年的话呢 就是叫做丁子日 嗯 那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不过甲晨年是阳年的 大家就记住 所以所有就是鬼害日 都要避免 尽量避免 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衰月呢 就是一个碎破月的嘛 嗯 那我们在衰月里面 已经不好月份 我再找一天 十月十九 和十月三十一日 那是农历的九月十七 这个丙臣一 和九月二十九 这个慕臣一 那我们呢 在下面呢 就会看到 那个写着月破的 嗯 那这个有一个月破 月破 那其实呢 这个月份已经是破月的了 谁知道这一天呢 就是月里面的破日 那就是说呢 税破月里面的破日 那这一天就不好了 那还有一天呢 就是 九月二十九了 是在十月三十一日的 那这个都是农神日 那也都是呢 就代表一个不好的日子来的 那如果你说我们结婚啊 搬屋啊 或者我们想做会的大事 我们就不要选这两天了 那其他呢 大家都可以在充胜里面呢 是看得到的 我们经常都说 这些空日呢 大事物用了 所谓的大事物 即是结婚啊 搬屋啊 殡葬啊 这一类就叫做大事呢 是吗 这些一定是大事 不过呢 在你心目中里面 你认为那些是你的大事 我不想用这些日期来做 那就不要用了 嗯 那大家都知道了 好了 除了说了那么多空日 那新年当然要说一些吉日 也是 甲醇年有什么特别好的吉日 可以建议给大家的呢 其实呢 就一年里面呢 就是有知人经常跟我说 一年只有一日好日而已 那么少没有理由 或者只有几日 其实真的你都说得对 是没有理由的 是的 每个月都有的 那譬如你看看 当日的吉神 那样 那我们举个例子 吉日呢 就可以在通识里面 农历四月 因为很多人都会喜欢 在那些商月份做事 西历的五月十五号 即是四月初八 这个是几毫日 那这个呢 有一个开日 吉神就睡得合 即是有合 那这日呢 是除了冬土 开井 开前不适合之外呢 下面的巷呢 都是很好的 那这个开日 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譬如你说 我想加吹啊 我想去冬土 就不行了 上梁啊 安床啊 入学啊 拜祭都可以的 嗯 即是这些吉日 应该是适合结婚 适合搬屋 还是适合冬土 其实都是要再看回 通识的事项 一定 好似这一样 这个几丑日 这个二十五号的星期六 那这个几丑日 是一个成一来的 成一都好的 你看到下面 祭祀祈福日和会友出行 那这个就是好日子 那只要记什么呢 就是记这些了 你看一下 有没有去移洗啊 或者你出门远行啊 去到好远啊 移居海外啊 那你就不要用这一天了 那因为去记那样东西 那我们就不要用 那就行了 那还有呢 就是说如果冲你自己 那当然不用了 几好的日子 相冲自己 相冲当事人的 我们都不会责的 嗯 详细如何责一 又去看回我们的节目 那可能 除了以上的凶日之外 另外就是有一个日子 大家都会每一年都会说的 就是这个天射日 就是天射日 其实天射日是用来做些什么 和一夹十年有哪几日是天射日呢 射字 射免的意思 就是说呢 你有罪行 你就要射出去了 那怎样射法呢 那有些人会做些好事 譬如有些 以前来说 如果射免一些罪犯的罪行 他都会用天射日 希望他从此 这个罪射免兼且重新做人 自力更新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人 有很多都有做的 例如行善 去布施 甚至乎我们很多时候说放生 都会有 那他通常都会选天射日 他认为这些呢 如果用天射日做呢 可以得到修成是最好的 你放生的那些 又可以得到好的成就 而我去做一个善事的时候呢 我亦都可以收回善果的 那好了 天射日了 那我要打一本通信去看的嘛 那其实呢 每天的吉神里面呢 有写天射就可以了 那凡是春天 我们的春季呢 农历 正月二、三月呢 凡是无人日的呢 都一定有个天射的 而到农历的四、五、六呢 就叫夏季了 那的时候呢 凡是隔五日呢 都是属于天射 而秋天呢 就是七八九呢 属于秋天 凡是无人日都有天射 而冬天呢 冬天呢 就是甲子日的 那你会看到 当有个吉神 写上天射日 那你就可以用这些日期呢 去做一些布施啊 行线啊 那其实每天都可以的 那这几天呢 就更加理想的 那大家都要好好把握这些吉日了 那当然呢 还有这个天射日了 好好忏悔 不过这样 其实呢 就不需要等天射日的 我们每天都可以 忏悔祈求神明的庇佑 那在这呢 祝大家呢 农年可以 事事顺利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龙马精神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你刚刚看的是 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欢我们的节目 又或者认同我们展现中华文化 发扬道教思想的精神 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你的支持 现在道通天地 已经开通了超级感谢功能 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影片 赞好和分享的位置旁边 就会见到一个超级感谢的图标 以后大家相信支持 道通天地的营运开支 就多了一个方法 当然 你们都可以继续以邮寄支票 和银行入数的形式 支持我们 道通天地 邀请你和我们一同 共云大道